冷空气报道 不少民众怕冷抵抗力差 但是最近碰上圣诞节 跨年等等的大节日 亲朋好友相聚在一起狂欢 该如何来事前补身体呢 有中医师就推荐了 冬天想要补气去世远离疾病的话 可以在家自行冲泡养生茶饮 冷空气一波接一波报道 时时冷冷的耶诞节 还得一路忍到跨年 到时北台湾低温甚至下探13度 除了衣服多穿点 中医师说喝一杯温热的养生茶饮 还能保暖防寒预防疾病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一点 这个补气的还有去湿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茯苓放进来 滋养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废气 人生补气茯苓去湿 冬天喝熊盖后 尤其最近节日多聚会大餐少不了 这样喝还能顾肠胃 加一点助消化的 所以呢在无味值跟这个我们的若胜化 它基本上有点酸 那酸也入不到我们的肝 所以对我们这个部分 整个一个茶饮的处方呢 就可以适合一般的人来吃 养生补气一元茶怎么泡 秘方大公开 以一壶500cc来说 人生区三钱 五味子一钱 麦门东三钱 洛神花五朵 黄芹三钱 茯苓五钱 冲泡热水正能搞定 至于许多人 屈含爱喝的姜母茶 中医师说细节可得注意 你的糖分给太多了 老姜给太多了 那这个部分就要用什么 那你家喝的时间可能要选择 在我们的什么饭后啦 因为饭前有的胃酸多的 养生热茶 喝在嘴里 暖在身体 平时提前够形态 做准备 才能安心暖暖过冬 幸福过节 欢迎新闻住家松林 林台北采访报道 老姜